今天我用饺子皮做了我儿子最爱吃的馅饼 煲肉质,香酥可口,还好吃,一起学做吧 韭菜洗净,切成小碎末 放在大碗中,加一勺使用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 准备两颗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油热,下入锅中 小火给它滑熟 晾凉后,放在韭菜中 再加入胡萝卜丁 虾米,盐鸡精,十三香 再来一勺蚝油 用筷子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留着馅备用 准备饺子皮 擀薄 放上馅 像饰品这样,对折 再用刷子,刷一层水 再次对折 卷起 像这样全部做好 平底锅刷上食用油 排好队形 放入锅中 上面再刷层食用油锁住水分 煎至一面金黄 翻煎另一面 煎至两边金黄稠透 出锅即可 这样做皮薄馅大 一口一个 儿子一盘没够吃 儿子一盘没够吃